網站我們 �Girl Beets 君女 當我這樣過 到了55分的時候 好 他看我們 Shift 他開放外面客人進來了 那一般我們遇到這個時候 會賭氣嘛 好啊 你代理的啊 可是我們吃的是 越吃越罪惡啦 因為那個小孩在哭了 小孩在哭了 媽媽... 8000的金額 是要符合所謂的比例原則 也就是說如果你吃到飽的 這個總金額呢 89就好了 可是他居然罰你呢 沒有吃完要罰2000 所以極度不合你啊 所以你個人也遇過一些 不愉快的經驗嗎 我覺得多多少少吧 可能用餐的環境不是這麼衛生 明明這麼貴 為什麼你的菜這樣子 我覺得也會不高興 但不至於到罵髒話 罵髒話 讓我老公去 好 所以呢 今天我們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有很多這種不愉快的用餐經驗 而且裡面有一些牌子 依照不舒服的等級 而且重點是 如果遇到這樣狀況 該怎麼處理 那才重點啊 對不對 好啦 我們這邊整理了一下 一共有五種排名 想翻桌用餐經驗排行榜 我們就一個個 從最底下來看起來好不好 不合理的用餐時間 或是規矩 讓人想要翻桌的時間 那個才第五名喔 這才第五名啊 表示前面有多嚴重 那你就知道了對不對 我是碰過那個 它是火鍋 火鍋比一般東西 吃得還要更久的時間 對 要久一點 但那間火鍋店 確實生意很好 我們也是朋友介紹 然後去大排長龍 終於輪到我們了 而且必須講 不是我跟我老婆一起去吃 如果是這樣就算了 我是請朋友 因為 那這個面子啊 因為朋友幫過我忙 為了感念朋友的幫忙 看不出來喔 那我不知道 他有用餐時間的規定 那一進去坐下來 服務人員態度還尚稱親切 他說有來過這裡嗎 要不要跟你們介紹 我說不用不用 我們就自己點 他說要提醒你們一下 本店的用餐時間 是一小時 火鍋成小燈 火鍋成小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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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的 就一頭霧水 那說就說嘛 反正我也不以為意 我就想說 我就算給你試過超過一小時 你能拿我什麼辦法 對不對 你能夠拿一根棍子 在桌面上一掃泡的東西掃掉嗎 有這麼戲劇話 本屎啦 對 這樣他也不會這樣做 對... 就跟你說一個小時 你到底有好 還是讓電影 一個小時就通電 你也皮皮的想說超過 電影這招不開喔 還在吃喔 還在吃喔有沒有 好 重點就一個小時啦 對 那睡一睡 當然就慢慢吃嘛 說是慢慢吃 其實心裡還是有點小壓力啦 好 就吃吃 到了55分的時候呢 好 他看我們 一副也沒有想走的樣子 因為有的菜 都還沒有放進鍋子裡面 他就開放那個 外面的客人進來了 站在旁邊 圍在你們旁邊 一對夫妻帶兩個小孩 好 然後呢 就站在我們後面 那一般我們遇到這個時候 會賭氣嘛 好啊 你站你的啊 我慢慢吃 可是我們吃的吃 越吃越罪惡啦 因為那個小孩在哭了 媽媽... 他們怎麼都不給我們吃 為什麼他們都霸佔那個位子 對啊 所以呢 敗信而歸 對啊 這樣很下屏不開心耶 然後朋友就拍拍我說 沒關係啦 你也不要太自責 沒關係 下次我們不要吃我鍋就好了 來 Vicky 我啊 我跟你說我就是比較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所以我就會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注意那個餐廳 有些餐廳其實新聞之前也有報導 或店家 他是不需要你帶小孩去的 因為怕小孩跑來跑去 然後他熱湯啊什麼的這樣 很危險 很危險 所以我們就會坐在比較 不離人群 所以你們是造成別人不愉快的 用餐廳 我們怕 對不對 亂源啦 亂源啦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去認識的店家 很會先問說 請問你們有沒有包廂 對 我們就盡量 有小孩都希望 就比較不大人 對 我們就盡量躲在 躲在包廂裡面 自己吃 然後也比較不會影響到別人 對 或者是你直接問嘛 老闆圈你們有倉庫嗎 我們就抓住 這都不至於啦 在倉庫裡面吃火鍋 這個倒不至於啦 好 來Eason 我是有遇過不合理的規矩 對 因為像現在很多吃到飽的餐廳 他們都會限制說 不要浪費食物 所以如果你有剩下的話 那就會罰 罰錢 對 罰錢 前一陣子才一折 對啊 兩折啦 可是我有我的理由 因為有一次我是去吃 吃到飽的那種握壽司 那我們就鮭魚啊 然後什麼魚啊 那種很厚切的那種 魚肉的壽司 就一直點這樣 然後最後真的就是 剩下了大概七八個 那七八個他是 但是他就說好 那我要開始罰 就是一盤算你原本的價錢之外 你還要一盤再加四五十塊這樣子 等於七八盤的話就要幾百塊這樣 加倍罰 對 然後我們就好像 那我們就好像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 那時候你真的快要滿都吐出來了 我們就把那個上面的 一片一片的魚肉都吃掉 是剩下那一坨飯 對 就剩下七八坨飯這樣子 我們說那這樣OK了吧 然後沒有耶 剩下七八坨飯一樣 就是跟剩下的那個 完整的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是要 照罰 對 要照罰 他就是要看到空盤就對了 對 我就覺得 怎麼會那麼不合理 因為我們 因為那只是飯啊 飯充其量不過就是 一點點錢而已 然後我們把... 那他有對你們說 他有對你們說 你們要對自己點的食物負責任 他沒有跟你說 莉莉皆辛苦嗎 是沒有 可是我們覺得 結果後來就被罰了嗎 我們後來就跟他 砍成半價 之前一個很大的糾紛 還被投訴是什麼 人家媽媽就帶了小孩去 那小孩總不能叫他 吃餐廳食物 因為他小孩就是喝奶的嘛 他就是那麼小的小孩 放搖籃喔 結果他就是為那個小孩喝奶 他說 太太 我們這裡禁止 吃在外食 最佳要吃 我繼續餵 我說沒辦法 他要喝奶啊 那他能怎麼辦 他就說 要不要出去外面餵 好多飯 來家公布 剛剛除了這個素卿姐講的以外 我們之前也遇到過 比較害怕的是 遇到這種頑固老爹的店 這種頑固老爹都很有個性嘛 對... 老爹說了就算 人家餐廳我說了算 我乾脆不做 不賣最大 那時候我們還想說 這一家很好吃 一定要去訂一下 還特別跟他講 兩個禮拜前就訂 因為要排隊非常滿 我們有八個人 還要很小心 怕他不接我們 八個人 剛好有 剛好有 接天謝地這樣 去以後一看 位置在哪 我說先生先生 我們是那個豬先生 八個人的位置在哪 他說就這麼大 他說你就這個位置 那這樣怎麼做 八個人耶 這個大概頂多四個人的位置 而且那八個人怎麼塞呢 而且他的門是在這兒 所以你只要門一開 我們的人就要站起來 就要走開 我就說怎麼辦 然後我說 那我們的位置給誰了 他說有兩桌 明明有兩桌大桌的 他說他們應該佔了我們的位置 我還事先打電話來預約 他說沒有啊 這個是將軍 你敢他嗎 我說不要好了 那這一桌呢 那種刑事組的啊 人家就先來了 你能怎麼辦 我說好吧 那我們沒辦法 因為八個人 那只好等他們吃完 再等一個小時就好 從七點等到八點 八點他們終於走了 我們就進去吃了 他說提醒你一個半小時 我就說從八點開始算 還是七點開始算 沒有啊 因為我已經排好八點半 要接一桌客人 你們就吃到八點半 好爛喔 明明他自己上菜排錯了 還要我們說只能半小時吃 我們就拼命吃 反正能吃什麼先吃 吃到後來他上菜 我說實話也慢 我們有十道菜 他才上了三道 已經八點半了 然後我們說老闆 怎麼辦我們還肚子餓 因為吃到第三道菜的時候 正餓的時候 他說怎麼辦 不過這個頑固老爹也很好命 就是說 你還有七道菜是不是 我說對對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七道菜我還是煮給你 你打包回家吃 我說蛤 但是有一個好處是說 那怎麼算錢 我老爹只算你三道菜的錢 那也不錯 等一下誰拿一些酒 你家有沒有空位 就直接去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好的結局 算不錯 對 所以每人家參加 他有他的不同的規矩 你知道嗎 魏菁麗姐有的是 好 真的人很多 你規定一個 比如一個半兩個鐘頭 在合理的範圍之下 我們可以接受 可是有的 如果你就是覺得好像 侵犯到我們的權益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不管是這個規定 用餐時間 或者是服務費 這些相關的細節 通常像是消保法規定 只要店家有事先告知你的話 那麼你就 你覺得你願意遵守 店家的遊戲規則 那麼你就去用餐 如果你不能夠接受 這樣的規則的話 你就不要用餐 而不是說 你知道有這樣的遊戲規則 然後你到那邊 明明你知道說 用餐的時間是限制一個半小時 但是你到了之後 你又覺得 時間怎麼那麼短 你又要去申訴這家餐廳 那通常你就不會獲得好的結果 像前幾年有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案例就是 一家牛排館 他沒有提供水 就是他沒有賣水 那偏偏有一個富人 有一個貴婦 他的小孩口渴 那他常常去這家餐廳 他就知道說 那餐廳沒有賣礦泉水 所以我就在外面先買礦泉水 帶我的小孩 帶我的家人一起去用餐 結果沒有想到 他就把這個礦泉水 打開來喝的時候 結果服務生就跟他說 小姐抱歉喔 我們這邊因為不賣水 所以你自己帶水來 我們要送 開瓶費三百塊 就因為有人買泉水 人家會開泉水 人家就開泉水 他有泉水 他有泉水 沒錯 放泉水也要開泉水 結果就那個富人當場就 兩公富人就說 礦泉水我又不是紅酒 為什麼需要開泉水 那可是那服務生就有解釋 他說可是我們店裡頭有寫 只是你沒有看到什麼什麼的 那當然這個消費糾紛 後來就到了消保官的邊去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你覺得有些店家的規定 你覺得真的非常非常不合理 那你就投訴到消保官 只是說法律的途徑 真的就是比較麻煩 對那還有一種情況是 絕對不合理 就是說像剛剛Eason有提到 就是你有吃到飽 然後被罰錢對不對 其實現在吃到飽的餐廳 幾乎不管你是699 799 899 那罰錢大概就罰個200 300 400 500 可是有個前提喔 罰錢的金額是要符合 所謂的比例原則 也就是說如果你吃到飽的 這個總金額呢 你的消費可能是899好了 可是他居然罰你呢 沒有吃完要罰2000 這就極度不合理啊 那比例原則 所以如果你去申訴的話 你一定贏 對 那再來第四 好 第四個問題就是 明明是高級餐廳 但是衛生卻是... 會想要讓人翻桌指數 是兩顆星嗎 尤其這個衛生喔 衛生有的時候喔 不是你看明明就可以盪盪的出來 對 真的沒辦法 我那次跟Paul啊 對啊 我們一起 我們就兩對情侶啦 我是不是說情侶 我也沒有看過他 他本來要說 我們就兩對男男明明 其實你們兩個是一對的 我感覺是要去辦他耶 然後馬國賢跟小鐘 我跟我外父他跟他Girlfriend這樣 在台中那個餐廳也滿... 滿貴的耶 那個四個人吃一次 買單起來要8000多 算一算一個人也要2000多 那東西還滿好吃的 那吃得正開心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天人比較多 我們比較靠門口 我們就吃著吃著 奇怪 怎麼跟跳波浪舞一樣 波浪舞一樣 那個從廚房那一座那個 然後一路傳過來 怎麼了 然後一路傳過來 臉會被傳染 其實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 又回來這樣 後來才赫然發現 在地上啊 有一隻老鼠啊 那個老鼠多大你知道嗎 真的很噁心耶 他不是小老鼠喔 大概跟小貓差不多啦 不用拚啊 天啊 就養得很肥了就對了 一隻也就算了 原來大家嚇得到 是因為兩隻老鼠在曬毛啊 真的... 我生平史上第一次看到老鼠會賽 對 搭得比快 你知道嗎 他整個就一團慌亂嘛 整個跟災難現場一樣 那其中有幾桌呢 就倉皇逃走了 那我們覺得說 有付錢嗎 沒有付錢 逃走了 那我也滿想逃的 可是我覺得愛玉 你為什麼不逃呢 我們也是有頭有臉的人 要認得住場面 老實講我沒那麼怕老鼠 我超怕 所以我叫大家稍安勿躁 大家都成年人 要冷靜沉著 那個老鼠就嚇成這樣 還得了 對不對 有時候老婆都比老鼠還可怕 我嘛 就是這樣 對 這個註結就不好了 你這樣怎麼會相信 牽手進來啦 你這樣說老公比老鼠還可怕 這開玩笑... 這不要當真的 那餐廳怎麼處理呢 那...我在那邊嘛 可是我就看Paul不對了 臉色整個蒼白對 我從小... 我也超怕 他從小最怕老鼠 然後他說好吧 那不然... 也不宜久留 因為其他好幾桌都走了 我們也走了 我們就跟老闆講一聲 我們認為說 不可能跟我們算錢吧 要不然那... 那三桌人都跑掉了 你去跟我們拿錢 我們就起身 直接要走 那個老闆教助我們說 不好意思... 你們還沒買單 對 其他三桌也算你們的 一起買 硬要我們買單 然後我就回碗跟他說 可是你那個老鼠會嚇人 他說老鼠是我們的蘇事沒有錯 但是飯跟菜你們也吃了 對 所以他只願意打折 這樣不OK 八千塊他就... 他就... 就打七折 他只願意打七折 而且更好笑的是 那個時候我們看老鼠已經不見了 他說沒有啊 他說打七折的原因是 老鼠不見了 你看在哪裡 可是問題是 他們已經找不到老鼠在哪裡 後來發現我們的桌子 因為他桌子裡面都有隔板 隔板就這樣 好... 真的就跑到我們的那張桌子裡面了 天啊 天啊 腰子就跑到外面 那這樣還要七折 然後他們就全部的人 那個服務生就圍著那張桌子 怎麼辦... 後來他們想 一二三就把那桌子抬起來 他們不是在外面等嗎 他們就直接跑到 也抬到外面這樣 然後他們抬到我們旁邊 拉著腰子 怎麼會還抬到我們旁邊 然後一看到那個老鼠一看到在動 一放下來 馬上就衝出來 兩個就衝出來 高級餐廳耶 對 高級餐廳 這看不到了 可是外面很乾淨啊 對 所以我們這一點就是說 外面很乾淨但你看不到 通常這種我們都以為是在夜市 會比較髒亂才會有 對... Vicky 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是吃那種 就是韓式料理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全家人去那個 也是在我們桃園那邊 可是還蠻熱鬧的地段 而且它那個韓式料理店 它外面還排隊排很多人 那我們就先進去預約 就說那我們五個人 等一下有位子的話 先幫我們安排一下 然後他就說 我們裡面有一間包廂 那就先給你們 那我們心裡想說很開心啊 很好啊 對 又有小孩做包廂很好 我們想說包廂怎麼沒人 可是外面還等很多人 然後我們就進去先吃 我想說他可能看到我老公吧 就想說一人給他做包廂裡 結果我們就是先叫了 先在點餐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點覺得有點不對勁 就覺得我女兒就在那邊說 媽媽你看 然後就看到牆邊 有小隻的蟑螂 那種小隻的 很小 快要長大的那種 對 很小的那種 就有在那邊爬了 然後可是我們已經很餓很餓了 而且又已經去等了之後 又停車之後 覺得一定要趕快馬上吃到 不是你當下沒有想說 請老闆進來說 你那個蟑螂要不要處理一下 沒有 因為他也很忙 就是他也在跑來跑去 然後我們心裡只想說 算了 我們趕快吃完 趕快吃完 然後我們以後就不要來這家店 之前有一個他不是餐廳 他是一個非常著名的蛋糕店 你那個老鼠是在地上跑 對 他的老鼠在哪裡 他的老鼠在蛋糕櫃裡面跑 蛋糕櫃 蛋糕是一個一個放在冷藏櫃嗎 那他們的客人是在排隊的時候 突然就說你們那個 那裡面有老鼠 他就真的在蛋糕櫃裡面這樣亂傳 天啊 這很可怕的 所以你那個在地下算什麼 但是我覺得最驚恐指數 還不是第一名 之前爆發一個事 有一對男女 他們就去一家麵店 然後就外帶 那外帶呢 他就外帶了酸辣湯跟麵 那回去他女朋友 就在吃酸辣湯的時候 就在想 這酸辣湯的木耳怎麼這麼長 拉出來 口訪啊 是半截老鼠 半截 重點是半截 就是從尾巴 還有身體 對 就尾巴連一點 然後呢 然後他們於是乎 當然要客訴 這個是不可能的 趕快馬上衝去店裡面說 老闆 你這個東西裡面居然有這個 老闆也很有誠心道歉 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退錢幹嘛之類的 重點是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老闆 半截老鼠 那另外半截在哪裡 對啊 於是老闆就找了他的整鍋酸辣湯 都沒有找到另外半截 在別人的玩樂 或許是在別人那裡 天啊 所以我覺得這次最可怕的事情 是你發現了只剩半截的老鼠 到底是吃下去了 還是還在旁邊 別的都爛掉了 其實我以前也有收到我們讀者 跟我們投訴 它是什麼呢 因為像他那個時候 去某家知名的大賣場 買了一包貢丸 貢丸之後開始煮 然後開始覺得這個貢丸 怎麼有一個白白是什麼 然後拿起來一看 想說這是豬軟骨嗎 後來發現不是 把它挖開來看 是一個牙齒 然後所以呢 是一個牙齒啊 對 所以他就投訴 他就投訴 他說我想要投訴 就是說我也不知道 它是豬的牙齒 還是人的牙齒 因為那看不出來它是什麼 他說那可是那個 我打電話給他們公司的人 他回來說要把我這個拿去驗 才知道嘛 他說可是我如果牙給他 他就認定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大家重點一個事情 餐廳內 像剛才那種消費糾紛 你頂多是跟消保處 就是行政消保處 或各地的消保官反應 可是像衛生事件 其實是餐廳最害怕的 因為衛生事件 除了消費者相關之外 衛生局會管他們 然後你這些違反衛生局的 相關規定還可以罰錢 可以罰很重 所以事實上 你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其實是有談判的籌碼 我真的保留證據很重要 對啊 可是這個東西的 你說好 廠商或是店家 還有對不起你 他所做的賠償的措施 其實範圍很大 對 現在有的人比如說煉乳 我們曾經說 你這煉乳裡面有什麼 髒東西又過期了 跟他們一講 廠商馬上寄了三罐過來給你 也是過期了 有可能 氣死了 誠意有到 你知道嗎 他一罐換三罐了 誠意有到 那玉銀哥你們在那邊吃飯 頂多打個七折 我跟你講他們的範圍很廣 所以怎麼樣才是最恰當的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想辦法 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因為像剛剛肅清講的就是說 你可以跟媒體投訴 你也可以跟衛生局投訴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當場 然後據以立正就跟老闆說 那你幫我換新的菜 甚至是要求賠償諸如此類的 那事實上 像之前有一個大明星 他開了一家餐廳 然後那家餐廳也很有名 那那家餐廳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他的粉絲去了之後 就發現沙發上面有蟑螂 有蟑螂 那店員就是當然就是 被告知之後 店員就出來道歉說 很抱歉我們會改進 可是後來消費者再去發現 那隻蟑螂怎麼還沒有處理掉 也就是那隻死蟑螂還在那邊 他會不會是道具 他不是 他就是一直壓在那個沙發上面的 一隻死蟑螂 結果後來這個消費者他就火大 他就因此訴諸媒體 他就找了水果日報來報導 結果那水果日報 他就假裝他是消費者 他們因此也到了那家餐廳去 然後就發現真的 那隻蟑螂還在那邊 那牧子是蟑螂 他們還點了那個海瓜籽細面 結果發現海瓜籽裡頭有沙沒有清乾淨 那就覺得說第一個你是大明星 第二個你餐廳的收費也很高到 所以後來就是經過媒體的披漏之後 店家火速處理 對 就是他們都處理得相當的好 那後續反而是沒有其他的一個賠償 所以有時候到底要有賠多少錢 或者是怎麼樣 其實那個是比較難認定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爽 你真的不開心的話 訴諸媒體或者是像素卿剛剛講的 你找衛生的主管機關來處理 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我可以說我不要付這道菜的錢嗎 可以 可以 但是看你的態度堅不堅持 還有你趕不趕時間 你如果趕時間 你現場一直跟他衝突 然後我們又不習慣跟人家在那邊吃牙烈 對 通常就會比我們自己就會先讓土 就算了 好的 來 接下來第三點 好 第三個讓人想翻桌的是 照片和食物差很大 我一次也是經過一個賣場的美食街 我看他那個 一看本來沒那麼餓 看他模型就肚子好餓 他那個鮮蝦麵 他那個蝦子好大一隻 跟小龍蝦一樣 一上來 很期待 這是我剛剛看到那個模型嗎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是大明蝦 怎麼上來那個蝦比草蝦還小 然後我就委婉地跟老闆講說 你們那個模型跟這個怎麼差那麼多 然後這個老闆呢 我不說還好 一說他 他就抱怨起來了 他不是抱怨我 他抱怨做模型的師父 他說... 那個做模型的 太誇張 那你知道我們這種人 有人在我們面前講說 講誇張兩個這種 我們都會... 就好比說你在那個納豆面前講說 太矮了 他就... 你不在講他 他也會認為你在講你嘛 對 真的太誇張 但這個老闆的反應也算是厲害 滿厲害的喔 很特利耶 那個老闆之前是建議你 你說什麼話 說什麼話 我本來是要抱怨你 結果你跟我抱怨那個 做模型的師父 而且一抱怨喔 就坐在我對面 然後一直跟我講那個師父 如何的不上道啦 然後跟他收太貴的錢 他跟我比說 沈先生 我告訴你 還好你沒有點牛排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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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美食街最常發生這種 像之前有一個朋友 就是在一個美食餐廳 他是點外帶 那他外帶的時候 就會看菜單 他就看到一個 他就點一個沙拉 一個雞流的凱撒沙拉 然後想說 這個整盤這樣子很豐盛 然後覺得很棒 他就點這個 結果外帶之後 是用一個透明的盒子裝起來 然後就PO在那個 微信上面給我們看 就一個盒子 透明的盒子裝起來 裡面那個雞流 好像變雞絲啊 雞絲啊 對 就變雞絲 然後就擠了那個 那個生菜這樣子 然後跟那個硬的那種 麵包片這樣子 你知道那一個這樣一盒 要多少錢嗎 多少錢 370 可是我遇到的是 跟那個玉琳哥跟那個 Vicky姐是相反的狀況 那時候我也是跟玉琳哥 跟小鐘大家去吃牛排 然後運動完 打完球 好餓去牛排 那家牛排 你運動完都吃這麼好啊 沒有 就牛排 五重蛋白子啦 我覺得為什麼 我天天在運動 肚子還這麼大而已 他越運動越大這樣 然後我想說好餓 然後我們就說 這個牛排 我們就問那個服務生說 服務生那我們應該要吃多少的 他說 你有沒有看到隔壁那個小朋友 小朋友他都吃22盎司 我覺得你們應該可以吃22盎司 22盎司 對 他們那時候給我們這樣子 太扯了吧 對 而且他就拿照片給我們看 他就拿照片給我們看 他說你看 這樣 這個照片也很小 大概跟臉大 其實牛排跟臉大差不多 還OK 22很大 對 然後就說 不可能 然後玉琳哥 就點了一個家庭號 55個 55個 我跟小鐘哥 兩個就各點了一個22號 你們家是有五個人要 因為我們看說 跟臉大起來說 革命那一桌的小孩子 一個人吃22盎司 拜託你們成年人 OK的... 那家牛排店 專門做這種大飯 然後我想說 應該很...快點來 多一點 結果以來嚇死人 因為先來我跟小鐘哥的 那個大概這麼大 然後我們就已經看到就 天啊 已經飽了 然後我們還在驚嘆 還沒喊出那個Wow的時候 玉琳哥的來了 我跟你講 我大55個 等一下牛排拐了 他已經服務生不是很帥 就這樣子嗎 對... 我們那個牛排是兩個人 兩個人 誰知道你的牛排來了 來幾頁後要進場這樣 然後所有服務生都進去 因為很少人貼55個 還在拍手 恭喜你貼55個 然後全部人一看就飽了 你知道 真的嗎 在桑花間附近 有機會可以去自然態度 不是 然後櫃台... 櫃台馬上廣播 已經不是牛排了 真的 那個是全家餐 而且他照片 應該是我想說 照片應該可以吃得下 但問題是一來的時候 我們會嚇到 嚇到以後就完全吃不下了 我們兩個就 可不可以打包 就還好可以打包 但我跟小鐘哥 一個人大概吃了三天吧 你吃了多久 真的 我跟我老婆吃到 我大概已經一年不敢去了 連金貨通話街都不敢 加速跑跑 看到牛排就會突破 有一種說水是在網路上面 店家現在都會在請那個 部落客 美食部落客 在網路上面PO 然後那個照片 他們都不知道用什麼相機拍的 超精美的 他給他美肌 對 然後 然後那個你就看 因為我一次是在上網搜尋 然後找斯大 斯大那邊很多那種 義大利麵店這樣 就去點了以後 它的那個盤子是很大沒錯 可是它有一種盤子是 盤子很大 然後中間那個 你麵很小 很小 可能麵就是這樣一出 它的麵就是一小撮而已 然後重點是它那個青醬 也不是濃稠的 它的青醬是那種 稀的 對 我最怕那種很稀的那種 然後重點是我吃下去以後 我一吃 味道耶 一吃是那種 大賣場裡面他們會賣那種青醬 有沒有 一塊一塊 他們把青醬拿去調 還調了水 還稀釋 搞不好它其實會不會就是方便包 對 有可能 然後四百塊 對 四百多塊 加了服務費以後差不多四百塊 還有服務費 這個很過分 差太多了吧 不時間力氣 你要主持公道 這種 要介紹這些不孝餐廳 這種到底是 我們要打給孝季 還是叫你過來 處理一下 叫我過來我可以幫大家幹狗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幹狗還是要文雅一點 因為其實過去有一些經驗顯示 就是說當然你要幹狗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跟老闆說 老闆你這個照片跟食物差很大 所以你是牽涉到廣告不實 廣告不實我們確實可以投訴 那甚至如果主管機關認定 確實有廣告不實的情況的話 會加以處罰 好 可是我剛剛講廣告不實 我們就文雅的溝通 但是如果你牽涉到一些 比較情緒性自野的批評的話 那就很不好 比如說像之前就有一個民眾 他也是去吃了類似什麼義大利麵 像一些類似這樣 就是普通的一道餐 結果他吃了之後他覺得說 怎麼跟廣告上的照片差好多 所以他超級不爽的 他就在他的那個部落格裡頭 他就不停地批評說 這個麵超級難吃 這樣子的麵是給人吃的嗎 應該是給豬吃的吧 攻擊性的 對 其實他不知道 他其實已經陷入一種 情緒性的字眼了 那當然店家就不爽 店家就覺得說 你可以跟我說 我的服務品質不好 我東西不好吃 那我會改進 可是你甚至已經批評我說 這是給人吃的嗎 這應該是給豬吃的吧 因此後來店家還提出了 名譽毀謗罪 對 那後來就是 這個民眾也有嚇到 因為他覺得說 他其實只是要抒發 他的情緒跟情感而已 所以就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開心 那你就是做一些申訴 而不要有一些批評或攻擊 也是消保官那邊申訴 對 那像素欽 如果你遇到類似的情況 會怎麼辦 我必須說 以前我們開餐廳的時候 我也是對我們那個模型師傅 感到滿神奇的 也是 過太大 對 因為我們那個生魚片船 有沒有生魚片 就是魚餐廳的組合 看起來真的 很帥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也是很憐恨 那個模型師傅 所以這個情況下 大家如何避開這種地雷 我覺得第一個 模型是公參考用的 他一定會做得很漂亮 而且他不一定等比例 所以大家只是想像說 他大概是什麼樣子 所以問一問覺得沒錯 你可以問他說 我想點這個沙拉 那請問 我如果一個人吃這樣夠嗎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訣竅 就是看看隔壁點什麼 對 好吃的話我要那一個 那一定是食物 現在人很流行去團購網 買那些團購券 然後買了之後 那時候看起來覺得很美妙 然後去有時候差距很大 其實這都可以申訴的 都可以申訴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時候其實是因為 團購網的人跟人家談得 非常低的價錢 所以老闆其實心中也十分美 我們以前當過業者 我們就知道我們心中有多不爽 還是有成本的問題 還是有成本的問題 所以那個價格太低 除非他是新開店促銷期間 否則他真的是一個尋常的店家 已經做很久 他突然那個團購的價錢低到離譜 你自己應該要想像那個品質 可能有點問題 不是這個怎麼申訴呢 跟團購的平台申訴嗎 第一個你可以跟團購平台申訴 就我跟你們這邊買團購券 結果去的情況我訂不到位 或我吃到東西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先跟買 因為你畢竟券是跟他買 但是我們先得把你說水的那些東西 都全部拍照起來 你先當場就拍照 現在大家都有手機先拍了 那跟你賣給我的券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要要求補償 或者你給我幾張券或幹嘛 如果他堅持不給你 這個時候載到消保處 或地方的消保館 不過我覺得 這有時候餐廳業者也稍微 我覺得當然大家互相體諒 但是偏偏有人 如果他比較固執一點 就說 那你就是沒有造櫥窗的Sample 你做一模一樣算是給我 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我才點啊 對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餐廳業者 但是有苦啦 是不是在旁邊也應該先標示一下 你食物為難 緊攻參考 你講這個理技學士 你講這個 你講這個跟什麼樣 法郎 我不曉得法郎的夢申訴 我們每次去檢查法郎 他一定會給我目錄對不對 然後上面有羅志祥金城武 木村拓哉 然後我們就說 有這種嗎 當我剪成這樣 我們就會點嘛 有這種為難自己的法郎 因為他會給你參考法型 然後我們就說要木村拓哉 結果剪完以後一看 木村拓哉 克林哥 這個時候如果你來跟我申訴 我就會告訴你 沈先生 不好意思 那裡是髮廊 不是整形衣 對啊 不過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方向是 照片似乎差很大 讓我們非常失望的 是 Paul 有沒有那種差很大 但是一繼續 讓你打開眼鏡 物操所持有這種 之前我們也是看到這種 網路上有些人評論 那種很奇怪的小店只有一桌 而且店長跟這個老闆跟這個服務生 都是同一個人 然後本來是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幫你代位 代位以後 我說廚師 然後就跑進去又換個廚師 然後出來以後 好忙喔 然後出菜的時候 他又把它拖掉又出來 還是我們都同一個人這樣子 把自己搞得很忙 對 把自己搞得很忙 這樣說這個OK這樣 而且我們那時候 看他照片的魚頭 那麼大一顆 我想說很棒 然後剁椒魚頭 上面鋪滿了那個辣椒 很好吃 結果一來的時候 不太對了 怎麼變四隻小隻的 變四隻小隻的魚頭 我們想說 剛剛魚頭那麼大 就是要吃魚頭吃了過癮 結果是怎麼會不對 怎麼那麼小隻 然後我說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這樣 然後後來就一吃不得了 還好我們有吃 因為一吃以後 這個肉質跟以前我們大的那種 因為一般大的應該都是 連魚頭 不一樣 很細域很細 結果老闆就跑來說 我本來還怕你們會罵我 但是我們自己 因為自己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那個連魚頭 所以用比較貴的 這個石斑幫你們做 對啊 那一隻 好嫩啊 這比那個還要貴兩倍 而且還有四隻 因為比較小 他想說那個牌的 那個份量要夠 因為盤子一樣 所以有時候是老闆 因為鋼地每個季節性 食材性的不同 去做個搭配 所以有時候消費者要注意到說 不要有時候太苛求 有時候是人家 張記當事的時候 都會比較 真的 但是你看光是這樣 這家餐廳以後會不會去 還是會 對啊 有用心啊 對不對 對啊 最好就是你本來要去 阿柴魚刺羹有沒有 結果他因為魚刺羹沒 他端上來 那個魚刺給你 你去開一間 你跟我們去同場 最好是有可能 我確定 我確定那邊沒有扭 我整隻扭牽過來 好 來 第二個 好 第二個問題是 服務生 你真的有在服務嗎 這很重要 你比如說要個水 要個... 找不到人用 小孩子要有個快 他也沒有服務靈 也沒有什麼 你就必須人 就要一直跑出去 然後一直在跟他講 小姐 那你可以把門稍微打開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方便叫到你 或者是在那邊舉手舉半天了 他還是在那邊東張西網的 這種感覺就還滿差勁的 對 Eason 有沒有 像我是... 我已經要求服務生品質之外 我還連 酒醋小姐的那個品質要要求 是不是 酒醋小姐的那個品質要要求 沒有 因為大家都在同一個 也是當你是尋放 對啊 酒醋小姐的品質 沒有 因為 他們都在餐廳裡面 餐廳裡面 我覺得他們要...你知道 就是要黏成一起 就是大家都有那個服務品 就有一次我是去... 我就說 那你們現在那個 就是特價的是幾瓶 算多少錢什麼什麼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就 一桌人就開始開他玩笑什麼 結果他就開始生氣耶 他說什麼 我們再這樣講 我就不賣你們喔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我們只不過就跟他說 結果後來好 我們就...譬如說 我們就叫了兩手這樣子 兩手來以後 我們就覺得他很故意 我們就... 我們又叫他過來這樣子 他說 我現在這一整個冰箱裡面 全部都是剛放進去的 你現在換的話 也是一樣沒冰這樣子 然後反正就一直很僵實 所以你就叫店家 我們就被他刁難了 他後來怎麼解決 走 我買你全場 你不要用這種台大清出的口氣 好不好 拿一點點 我光全場 那是你嘛 之前我也是跟玉琳哥 又是去一家餐廳 對不對 你們會拿嗎 為什麼我們家 每天為什麼我們 僅僅僅僅僅僅僅在一起 我們兩個人 那是我們兩個人 真的沒有在一起 你們有在一起嗎 而且那一次很奇怪 是我們走了很多路 那天那天做公益活動 走了很多路 走完以後要吃晚餐 大家都已經很累 然後我們也是四個 你們都是在運動過 對 所以我們的四個人 就坐下來 那天也是吃火鍋 然後我們就坐下來說 好累 連話都不想講 就說來一些飲料 然後我們點一點就上了 結果沒想到 我們剛剛講的服務生 就是剛好恰可而止 那個服務生是好到過頭了 好到過頭 他是從南部上來的一個女生 長得很爽這樣 很好 他說 你好 我的名字叫懶洋洋 懶洋洋 你可以叫我洋洋或叫我懶洋 都可以 他先說我姓洋 那你們不妨叫我懶洋洋 對 那我們兩個就面面相觸說 我們已經好累了 還要替妳在那邊 還要替妳在那邊 白哏這樣丟哏這樣 而且他明天很噁心 我們聽到懶洋洋 以為就是喜氣洋洋 懶洋洋 他是洋什麼什麼 瓜乎懶洋洋 那個真噁心 他洋不是那個喜氣洋洋洋 是癢 懶洋洋 真的 而且後來更好笑 懶洋洋 而且後來更好笑是 後來他就一直來 一直來 我們就假裝不理 但他還是一直來 然後更好笑是 那個餐廳有個很特別的服務 叫甩麵服務 因為你如果點了麵以後 他會那個師傅 現場甩麵 在你的鍋旁邊 對 然後很好 對 然後很棒對不對 我們想說有還有表演可以看 問題是那個服務生 他連這個不是他分內的工作 他硬要參與 懶羊羊羊又來 懶羊羊又來 跑來很熱心這樣跑過來 然後再示範說 我甩那麼多年 從來沒吃錯過 然後聽到後面啊一聲 因為懶羊羊靠太近了 整個臉面的整個甩在他臉上 然後後來就大概有半小時不趕 就是這種服務太多 已經到著我們吃飯的壓力了 真的 而且有時候看到 那個服務員看到名人來 他會輪流 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樣的人 然後離開的時候 都在那邊偷笑有沒有 你吃吃 什麼樣子 有服務太多也是困擾 沒服務也是麻煩 會給客人一個很重的壓力 那所以葉莉姐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有耶 因為其實我們的消保法裡頭 並沒有規定就是餐廳一定 可以收一成的服務費 就是消保法裡頭 並沒有這樣的強硬的規定 而是說收一成服務費 現在變成一種約定俗成的一個 一種行為 對 那所以其實就是說如果說 觀眾朋友或者是民眾 你去這家餐廳用餐 然後餐廳沒有事先告知 你要收所謂的一成服務費 而是你用完餐之後 他才跟你收的話 這時候你可以拒絕一成服務費 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他沒告知 他寫在Menu上面呢 那還是要收 那算告知 對 那就算告知 那我講我一個朋友的例子 因為那時候我就跟我朋友說 有家餐廳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價位也不是很高 那我朋友去了之後呢 我朋友很生氣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當天人真的太多了 是假日 然後所以他那個說他口很渴 他希望趕快送一杯溫開水上來 他就跟服務生說 小雪可不可以麻煩你送一杯溫開水 可是等到飯都吃到一半 因為生意實在太好了 服務生一直忘記送這杯溫開水給他 那重點是呢 其實Menu上面有寫 本店著收一成服務費 那我朋友很火大 他就覺得說我不是在乎 你這一成服務費五十幾塊 我在乎的是你沒有其實送上我需要的溫開水 我喉嚨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後來他在結帳的時候 他就非常義正言辭的跟那個 就是收銀人員說很抱歉 我不要負這一成服務費 因為我覺得你們沒有提供給我完整的服務 那這個時候呢 那收銀小姐她也沒有辦法做出 她就找他們經理啦 那經理就跟我朋友就跟我這朋友 再做一次溝通 結果呢後來經理她就覺得說 好啦那既然你這麼堅持 你覺得我們沒有在半小時之內 給你溫水喝的話 確實是我們疏忽 所以呢我朋友他因此 就沒有付了這一成服務費 沒有我覺得這是觀念互相的建立啦 因為如果說大家都有這個觀念在 到店家那店家 一次兩次三次之後 他們也知道說 他們不能這樣子對待消費 沒錯 他就是良性循環 對不對 沒錯 來 最後第一名 很嚴重 是什麼最想冰斗 好 我們來看 餐點有問題 卻強辯的說這是特色喔 有一種特色呢 是完全不合理的特色 又是火鍋店 奇怪火鍋店 你們不要再吃火鍋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整天在吃火鍋 好 怎麼樣的 那這次我跟我老婆去啦 那那天我們坐下來 那老闆就看到我們就一副那種 好像有秘密要跟我們講一樣 就坐到我們旁邊來說 沈兄 沈兄 怎麼樣 今天有新的食材 河牛 河牛 我說河牛就河牛講 那麼小聲幹什麼 你不是貨啊 河牛這種東西不能大聲講 他說原來日本河牛是 有限量的 對 好像有管制 他不能進來 對 根本就不能進口 他是狂牛牛的一區 對 根本就不能進口 但是對於饕客來講 日本河牛就是人間聖平 就是日本河牛 聖杯 聖杯啦 四八五檔的殿塔 他是聖杯 你看我自己做耶 那聖杯 所以他只能去熱口店 你覺得很快 聖杯 聖杯 老實講 那時候我對日本河牛 那我愛的有沒有概念 他跟我說 這日本河牛了不起 這個牛 什麼為他吃什麼玉米 然後說給他 聽樂 聽樂 說給他聽貝多芬 好 東角一想 那多少錢 他說一盤 五千 我稍微有點嚇一跳 我心裡面犯低估 我說我犯 我犯了 我幹嘛吃這麼好 可是因為他已經講成這樣 講成七聰平常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那個面子又 身為公眾 有同學 有同學 就很受不了這樣的話 那我敏為其難的 問他一句我認為很丟臉的話 我就說 那一盤有幾片 他跟我說八片 那我講八片 平衡一片 七八百 我認為也OK 所以他就繼續處理了 很高興 那我就跟我老婆 他一定很高興 我跟我老婆再討論說 八片量是OK的 那一片應該會很厚才對 起碼一定要比我們下火鍋的 那個牛肉片還要厚嘛 對不對 這樣子我就覺得 可能還可以這樣子 好啦 經過十分鐘以後 端上來 我傻眼了 薄的 那個薄到什麼程度 他那個盤 他那個盤子 盤底是魚躍龍門 我透過牛肉 我還看得到下面的魚躍龍門 你這樣子這麼薄 薄到可以透光 那招工好 到現在我都覺得說 我花的是願望錢 因為那個太薄了 薄到鼻子還薄 然後漲價五千塊 真的 真的好的牛肉 牛排那種是真的很好吃 我今天吃了一塊牛排也是這樣 它那個是 進口價 成本叫八千五 進口價 貿易商拿的成本價 老闆拿這個單子給我看 八千五 然後就切 吃下去 咬個兩個下 化掉 化掉了 真的 你小哥幫你化掉 你就會覺得咬兩下 他就感覺是化掉 你不像是一般的肉 但是你就會覺得 沙子做的 會 就我吃蒟蒻 來Eason 我是有一次在吃燒烤店的時候 然後因為燒烤店他們就是有一種菜 叫做生牛肉沙拉 然後他們也會 因為生牛肉沙拉 他們不會只有給你生牛肉 生牛肉 他們會上面淋一些 就是要蓋那個味道的醬料 醬料 醬汁 對 然後我們有一次吃的時候 它也是一盤八片 那我們四個人去吃 我們四個人各吃了一片 對 然後我們都覺得有點酸酸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懷疑那一盤是不是 有問題 對 牛肉是酸掉的這樣 對 我們就請那個老闆來 那那個 就是 那個 服務 服務生嗎 九醋小姐 不是九醋小姐 服務生 服務生來以後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因為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醬 他們那個醬是什麼 橘子還是什麼 去調味了醬 所以我們覺得酸酸的 之類的 柚子醬之類的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這不可能吧 因為我們都覺得很怪 就後來果然 我們吃完飯回去以後 我大概還好 我大概只拉 拉了一兩天的肚子 可是我有 對 我的那同座的朋友 有一個人是極限腸胃炎 是 中毒了 對 不過葉莉姐 那如果說呢 你這個沒有辦法確定 是有問題還是特色 但是我們怎麼爭取權益 坦白說這個部分 其實難度是比較高的 對啊 因為真的店家 它其實它可以硬凹 那就算有問題 他會說 這就是我們店家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的決定權 是在消費者自己 我們可以就不要去 或者是拒去 或者是從此在網路上 號召朋友說 我們針對這家店家 我們就給他爛爛爛爛爛 叉叉叉叉叉的一個評價 那我想問一下 像他吃那個牛肉 他如果真的回去 後來拉肚子 但這樣也沒辦法 還是可以解體它 可以 可以怎麼辦 因為你們同時有很... 不過你已經沒有剩下的檢體 因為老實說 老實說你一定要留檢體 怎麼說 你至少不要那麼那個 一塊不要吃嘛 你不要全部吃光光啊 那檢體就只剩下 你吐跟拉的東西 對啊 只能證實它是食物中毒 但是食物中毒的源頭 是不是它就比較差 比較麻煩 是 好 不管不管怎麼樣 這個服務業 永遠都是以服務為本 是 以客為尊 是 當然我們消費者 也不能當奧客 對 所以只要服務業做得好 這個客人永遠是源源不絕 對 好 謝謝今天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